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星期日的凌晨,竹壇章迎來一場重頭戲 屆時由利物浦和皇家馬德里會試歐冠決賽 分別隸屬英超和西甲的兩大鴻門,實力各有千秋 兩隊上一次歐冠決賽交鋒是在2018年的夏天 當時皇馬3比1痛擊,紅軍笑到最後 利物浦對此也僅僅於懷 事役載到與之交手,球隊自在復仇 但銀河艦隊又起泛泛之輩 對於這支西甲冠軍,只免實力不欲抵運十足的皇馬 對冠軍將盃同樣勢在必得 鑑於球隊前五次面對紅軍都未嘗敗職 同時還拿下其中四場勝職 因此球員心裡佔得上風的皇馬 事役應該可以看高一線 正如上述所說,2018年輸在皇馬腳下 讓利物浦一眾將士緊緊於懷 尤其是穆可麥德沙拿 這個賽季英超為紅軍貢獻23球的埃及角腳 當年僅僅踢了26分鐘就因傷離場 屈屈不得志的他亦都在賽前放下豪然 定要帶領球隊完成復仇 可見利物浦這番戰意濃厚 雖然利物浦以一分之差和聯賽冠軍擦肩而過 但球隊在足總盃和聯賽冠軍中雙雙奪標 若此番能夠擊敗皇馬 球隊依然能夠實現三冠王的壯舉 真金白銀打造出的強勁陣容是利物浦取勝的底氣 全隊薪價高達9億歐元 亦都使陣中三線實力都相當均衡出色 由穆可麥德沙拿、沙迪奧文尼 和迪亞斯所另行的攻擊復群火力十足 防守端亦都是晉升雲雜 有雲迪克、羅北辰、亞歷山大、阿諾等人所組成的防線 讓球隊的防守固約金湯 並且他們偶爾還能夠上演帶刀示威的戲碼 同樣都是紅軍引以為豪的存在 不過雖然利物浦陣容豪華 但亦需要留意球隊在關鍵的比賽中 其進攻端往往不能發揮出全部的實力 聯賽杯和足總杯決賽和車仔的兩場對壘 利物浦在常規時間均以火粒無收 另外沙拿和雲迪克都曾經在本月中場有個相退的情況 今次能否以100%的狀態迎戰 尚不得而知 球隊這屆歐冠聯缺少大考驗 自淘汰賽以來一路面對的都是 賓菲加、郭米、維拉利爾等球隊 相比黃馬其含金量略險不足 中上所述 金譜強強對碰 利物浦能否做好準備值得相托 前鋒奧力基更加因傷缺陣 另一邊相黃馬這邊的狀態頗為不錯 由於西甲提前四輪奪冠 最後四場聯賽軍是例行公事 雖然戰績平平 但也讓球隊為這次重頭戲提前養精蓄銳 球隊在這次歐冠的驚人表現仍匿匿在目 十六強和發甲班霸勝日以門同場競技 首回合落後的情況下通過賓司馬的武子氣法完成逆轉 半準決賽和車路士李來我往最終以5比4拒絕翻盤 準決賽黃馬一度落後 但最終又以6比5完成逆轉 期間諾迪高高斯和賓司馬立下汗馬功勞 一路過關斬仗 亦無疑令球員信心大仗 尤其是賓司馬 這位屢見其功的法國球星不僅是球隊的頭號射手 並且他已經在歐冠連續五仗收獲入球 今季已經首額15個歐冠入球 亦是黃馬取勝的最大倚仗 值得留意的是銀河艦隊對歐冠決賽經驗 已比利物浦更勝一籌 黃馬隊史16次闖入決賽 拿了其中13座冠軍獎盃奪冠超過八成 紅軍即是9次6冠 並且黃馬當下已經連續7次闖入該項措施 缺害階段的情況下斬木冠軍 這個數據無人能及 交封往跡 且隊史數據佔上風的黃加馬得里 事役勢要延續紀錄 他們後衛米基爾古泰尼斯 因相無緣披甲 同時期10次 為何不成功下斬木冠軍 用綠軍的披甲 為何不成功下斬木冠軍 特定設計上斬木馬 不成功下斬木冠軍 以往前衛隊